杨米的扶摇,前期的宣传度可是相当的大, 据最新数据汇总,虽与世界杯同期播出,但是收视率却并不差,6.27,10点档收视率,杨米一人指数破9,雄一指数半年榜第一,扶摇网播量2.9亿又创新高,截至目前播放量已破25亿,大秘密就是厉害。 然而,前有郑爽的,为了你热爱全世界,后有迪丽热巴的一千零一夜,知境一的云西传,连撞三部剧,可谓是四连撞,同是流量小花你占谁? 其实小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彪汉的小编必须表示我四部剧都追了,追完了扶摇还有全世界,昨晚从7点看云西传看到了早上6点,走路都觉得天旋地传。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同事90号的郑爽,居静一,迪丽热巴巴,一,郑爽 网友,郑爽接了赵宝刚的青春痘,是不是相当于转型了?他下部戏定了吗? 啊,其实并不是拍一部主流剧就算转型,也要看剧的播出效果,青春痘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期待下成品 郑爽最近接连拍摄了几部不同题材的作品,像AI保姆,卫装者等,也算多方面尝试,下部戏应该是古装 网友,对郑爽的评价 小仙女,很有灵气,很直率,掏人喜欢,配不起来,看她戏 反正我不出戏还觉得很甜蜜,而且很容易受她影响,也许她真的没什么好,而且所有的缺点在屏幕上也能看得见,但是就是没办法责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她的一面 但是演技把确实需要提高,也许是演的角色有点类似所以让别人觉得她总是小动作,总之加油吧 郑爽和郑板都不自大,会继续努力 二,迪丽热巴 网友,热巴,一千零一夜的播出效果怎么样?热巴下部戏有消息吗?有什么新资源吗? 达,一千零一夜的播出效果还不错,收视已经破移了,后期走势很被看好 热巴目前在拍三生三世诊上书,下部戏应该定了,热巴的档期一集排到了近年底,具体消息等榜妹在跟进下 另外就是热巴加盟的新武林大会已经官宣,后续还有个哈根达斯的代言 网友,对热巴的评价 达,不同于郑爽的灵气,居静一的小佳碧玉,热巴的颜值是惊艳的那种,带着点音气,是没办法吐槽的 而且在小花中演技很不错,总之,小斌个人觉得它有下面三大特点 一,爱吃,时刻都想着吃 二,纯粹,看跑难,这个是很难得的 三,不够自信虽然很美,很有演技,热巴参加节目里所有的比赛,都有一根弦在时刻紧绷,那就是要做到最好 其实比赛又胜负心无可厚非,不觉逐出个输赢比赛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这种状态可以明显反映出它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的外在压力是比较强烈的 比利热巴 三,拘敬一 恩,恩,恩 今天想说说它,因为我之前一直get不到它的美,其实也不是觉得不美,而是因为四千年第一美女这个称呼,网上不是夸四千年难得一见之美,要么就是用这个说它炒作,所以之前对它一直无感 更为可惜的是,同为养成系的运营以及媒体将四千年过度消费,从去年到今年,一年多的时间 SNH48拘敬一前几乎都会有四千年第一美女 直到最近看了芸汐船,妥妥被它吸粉了 和秦王真的是太有爱了,好喜欢他跳上去抱秦王的样子 而且她侧延真的是无敌,有点像郑爽和安月希,而且她的演技也算不错了,很自然 如果现在再让我评价她,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居敬一是一个极具天赋而又十分努力,骄傲写字池的野心家 西南山水,为川鼠最齐 居敬一